在太平区的新高 新兴还有新光三个里 位处重化区内 近年来人口成长快速 虽然里内都有公园和停车场等公共设施 但却没有一座活动中心供李明使用 为此在地方努力下 国产署终于同意拨用立文街的一块土地来做新建 并在去年7月顺利发包动工 如今终于完工 而市长林佳龙也到场剪彩 和乡亲一起见证联合活动中心落成启用 在台湾市长林佳龙的带领之下 众人一同倒数剪下彩带 宣告地方乡亲期盼许久的三里联合活动中心 这天终于顺利落成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活动中心 像一个家一样 这里可以办活动 很多跟小孩或者是老人的照顾 也可以在这里来提供更好的服务 地方表示 太平区的新高信性以及新光三个里 都位在重化区内 人口不断移入 尽管里内都设有公园和停车场等公共设施 但长年来却没有一座活动中心可供李明来使用 如今在市府与地方的争取之下 国产署终于同意拨用立文街的一块土地来新建 并在去年7月顺利发包动工 美龄一楼的话 那个社团还有学习东西的 比如插花跳舞什么的都很好 现在中老化社会就是需要有一些休闲 这个是如果内容软体什么 硬体软体各方面都办得很好的话 就是受惠于我们那个李明 我们市政府跟国产署取得土地 也编列了将近三千万元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新建完成 这个美轮美奂 那三层楼可以说是多功能的使用 市府表示三层楼的新建联合活动中心 未来除了提供引发长辈的关怀照护之外 也将结合拖又服务 希望透过资源的挹注带动地方发展 介绍波罕台中常报导